青年的愤怒除了实际的抗议行动 也常常被化作音乐 美国60年代的摇滚乐就是最佳力阵 而今年的跨年夜很特别 有很多音乐人在跨年的表演场合 为媒体垄断、和四、美丽湾等社会议题发声 他们不向商业利益靠拢 只为自己负责 各自许下2013台湾的新希望 也让我们看见了 深植在他们音乐灵魂里的摇滚批判精神 在我的心目当中 媒体应该是一个为真相发言的一个平台 而不是企图地去垄断 或者是想要把你或把我们当作是被利用的东西 2013年倒数前夕 苏打率主唱吴清风在终续转播的跨年场子 留下一段反媒体垄断的话语 高唱王丹作词的六次歌曲 没有烟抽的日子 1989年张宇生受六四学运感动 将王丹的新诗谱曲 创作没有烟抽的日子 而二十多年后 清风当着望中集团的面 声援反媒体垄断的学生 但我觉得有一些值得令人开心的部分是 越来越多的人愿意为这个社会勇敢的发声 其实今年的跨年场 有不少艺人在台湾各个角落 此起彼落地为社会议题发声 面对中共扩害人权 小滚批判精神 从来没有缺席 2008年冰岛歌手碧玉 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开唱 以独立宣言这首歌声援西藏 同样是北京奥运那年 《枪与玫瑰》总算推出 魁为十四年的专辑 《民主打中国》 不但专辑名称直接挑战中共政权 也为法轮功发声 《枪与玫瑰》的摇滚批判 虽然免不了被中共封杀的命运 却有不少中国网友 透过网络得以窥见 美国60年代的精神得以延续 只要强权依旧 这些乐手将持续把愤怒 化为阴符寻求共鸣 新台电视台湾台北 整理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